来关心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上海黄浦江上漂浮的死猪事件发酵 饮用水危机造成人心恐慌 但是中共当局却是极力降低死猪事件的影响 浙江农业厅表示 死猪是冻死的 认为没有疫情发生 而另外上海水务厅则是反复宣称水值符合饮用标准 民众批评当局不作为 也担心这些死猪可能早就已经流向市面 据上海官方消息 截至3月16号下午3点 一共打捞其漂浮死猪611具 死猪总数累计达8965具 外界质疑官方隐瞒数字 从黄浦江打捞的情况来看 发现装死猪的塑料袋里还有石头 说明还有相当数量的死猪 已经沉入江中 无法打捞 上海和浙江当局目前都否认发生猪瘟疫情 嘉兴市政府声称死猪大多是冻死的 冻死 这没有证据吧 现在也不冷啊 怎么会说冻死 至于是怎么死 政府应该给一个数据或者一个真相出来 这是大家生命安全的事 因为是已经放在了黄浦江 上海的老百姓喝的就是黄浦江的水 不是说你想说什么 或者是找一个理由来这么忽悠大家 这是不能的 嘉兴市养猪第一大村 新丰镇竹林村村民向媒体透露 今年村里已经死了近2万头猪 全村7个处理池早已塞满死猪 满地死猪臭气熏天 这个猪肯定有问题了 具体是什么病 问题是政府官员他不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 他不给你提前去预防 这才是可怕的 比这猪死的本身还可怕 所以我就想中国人想灭自己的种吧 嗯 太可怕了 死猪打捞地黄浦江上游 正是上海市饮用水的取水水源所在 上海市农委已从死猪身上检测出传染性猪疫病 猪圆环病毒 另外根据披露 大陆养猪场为求猪长得快 迈向好 普遍滥用抗生素和超量添加酮 鲸和有机生质剂 以致猪的全身遍布毒素 但上海市水务部门 在死猪事件后多次出面辟谣 声称上海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 民众认为政府隐瞒真相 黄浦区居民在微博发起了 猪江之约散布抗议活动 获得数万人响应支持 还有上海市民在微博上 公布了自行检测的自来水水值结果 图示电解后的自来水呈现黑绿色 这条微博被转发了两万多次 一些上海市民已经开始抢购桶装纯净水 和自来水过滤器 据大陆媒体报道 以往这些死猪还有一个更惊悚的去处 那就是被猪贩子收走 通过地下通道六向餐桌 去年11月 嘉欣曾查获一起17人制售死猪肉案 贩售死猪7万7千多头 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多元 新唐人记者易如采访报道 两 一三亩ucci之间 看着